包括高捷南机场周围的土地在内 高捷沿线有三大开发区 南北机场的土地开发 都随着高雄的都市发展而陆续进行 只有大辽机场的附近还有待加强 到底是为什么呢 让我们来关心一下 当时在古油路上的卡丁车 是高捷南机场开发案内的一大卖点 在高捷沿线三大开发区中 南机场已经有火 而北机场的部分 除了河春医院的新建进驻 还有在地开发商计划运用 其中的五公顷土地来打造观光休闲园区 陆续传出好消息 唯独高捷局限大辽机场还有问号 现在唯一的就是我们的大辽机场 大辽机场的话就有18公顷 18公顷那边呢 因为周围都是农屋用地 农业区用地 那加上整个区域里面的18公顷 所以最大 我们刚刚讲一个9公顷 一个10公顷 一个18公顷最大的 但是那个区呢 它是不是整体 它是有分4块 那只有一块 一条道路叫40米道路 那很开很宽 那只有两个区可以碰到道路 那另外两个区连个道路都没有 所以将来那边 为什么现在开发比较慢 以捷运长站的位置来看 南机场旁有国际机场 和高速公路交通便利 大辽机场周围 却还有道路的开辟问题 面积最大 想一次开发也有难度 将来大辽机场 我相信有很多模式可以突破 我们相信大辽机场 会那边是最大的地方 那应该是有很大的前进 有任何的这个业者去探听过 或是评估过这个大辽机场 有 未经许前进